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财长鲍尔森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的熟悉 当时他在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 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 作为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向国会申请无上限的注资权限 原因就是他认为如果国会可以给财政部更大的财政授权 那么市场知道财政部可以动用很大的财权 恐慌情绪就会平息 这就是他管理预期的一种方式 当时鲍尔森有一句话 可以说后来被广泛的引用 他说如果你的口袋里只有一把喷水枪 那么你必须要把喷水枪拿出来 对方才知道你有喷水枪 但是如果你的口袋里面装的是火箭筒 而且你让大家相信你兜里有火箭筒 那么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把火箭筒拿出来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就是鲍尔森要向国会传达的信息 就是啊你得给我这个授权 市场知道我有这个授权 我可以竭尽全力 在当时的情形下是救美国两房啊 那可能我不用救 信心就回来了 近期我们在提到有关于刺激政策的时候啊 可以说是市场漫天要价 政策方呢是啊就地还钱 那我们说这个之前的价码呀 是说五万亿啊十万亿 甚至啊还有人开出了十五万亿的刺激规模的价码 那么兰福安财政部长在刚刚结束的周末发布会上 是说历史上最大规模 但是具体的细节要等后面才能知道 这个后面呢也就是啊走程序 所谓的走程序就是本月月底的这个人大常委会上 可能会有更加明确的信息 而同时啊蓝福安还讲到了一点 就是中央的财政还有足够的空间 这呢也是说啊我是有火箭筒的 那么到底会以怎样的国债发行规模 来对经济进行进一步的支撑呢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CPI数字和PPI数字啊 是不断下行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 九月的数字仍然是十分的危险 特别是PPI啊 显示企业的利润仍然是处于在不断磨损消失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情形呢可以说对于中国经济第四季度的运行是相当不利的消息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来自中国媒体财新的一篇报道 据多位知情人士向财新透露 中国呀在未来三年之内可能发行的国债规模达到六万亿人民币 主要是通过财政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放还 那么财政部本人没有说明具体的金额 但是啊兰福安在发布会上说主要啊 以国债可以帮助管理隐性债务 可能这个规模是数十万亿元这样的一个隐性债务规模 从此呢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地方财政资源 那这样呢不管是地方政府啊发展经济啊还是改善福利啊 不至于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另外我们也知道房地产行业也需要中央财政来支持 包括啊让地方政府从开发商手里面啊 买土地和房产 同时呢啊这个资金还有一部分可能通过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来进行筹集 那不管是对于基础设施啊还是公共福利项嘛 会形成这样的资源支持 那么根据此前啊分析师的分析 这个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呀 银行资本补充啊 之前我们介绍到像六大银行注资啊 还有填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在内 如果你算需求的话呀 大概是需要花超过五万亿人民币 填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 特别是以中央较为稳健的资产负债表来作为保障 是这一次财政政策的最大的焦点 我们也特别关注到啊 此前野村的这个经济市啊 陆挺在报告中就表示 土地销售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来源 这一点啊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出现所谓结构性的迅速逆变的 因此必须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财力形成某一些啊 托底 而根据来自财新的这一篇报道啊 此前的七个月 就是今年之前有数据统计的七个月啊 31个省级行政区中啊 有超过半数都没有达到全年财政收入增长的目标 那整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啊 还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那么不管是啊 这个这些啊 这个机构的著名分析师 还是中国半官方的一些学者也强调 必须由中央来帮助地方来应对现在的财政赤字 当然了 他们提出的具体方案啊 是不太一样 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到的啊 刘世锦 中国前这样一位财政金融官员 他是主张说呀 要实施超过十万亿的次级计划 十万亿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GDP的十分之一 那么啊 他为什么得出十万亿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我们知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啊 中国是推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次级计划 那么他呢 直接是啊看到啊 中国呢 从这个2008年到现在啊 整个经济体的规模也更大了 因此我们简单做一个比例同比的惩罚 需要一个更大的工具来撬动中国经济更大的这一块石头 当然了 也有学者啊 开出的价码比刘世锦还要高 那我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个滕泰先生啊 就讲到 说这个2008年的时候 这个四万亿我们看啊 是GDP的10%到15% 那现在中国的这个GDP规模已经是130万亿了 哎 那这个次级计划如果还是10%到15%的话呢 总规模应该到15万亿啊 这个数字庞大的不得了 那这个滕泰先生还有一个推理啊 说这个10万亿为什么还是保守呢 我们看啊 2020年各国都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那么美国啊 在疫情前后 大概这个GDP是21万亿美元 而美国呢 向居民和中小企业发放现金是将近3万亿美元 这么一看 刺激计划已经到GDP的15%了 那还这 这还只是财政刺激的一部分 还有大幅度的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等等等等 因此啊 如果是对照美国的经验啊 那我们现在也应该发到15万亿 当然他没有提就是说 美国呢 后来从政策实施效果看来啊 那也经受了非常漫长的通货膨胀 现在啊 仍然是陷入这样的一个降息不适啊 这个增息也有麻烦的两难陷阱 但是科文来讲 当时的这一些刺激政策呢 也的确让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在比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啊 在比较短的时间区域内出现了一个反弹 没有让疫情造出的巨大打击持续低迷下去 那其实呢 也不仅仅是美国啊 不管是日本也好 还是欧洲也好 在疫情之后啊 不管是降息啊 到零利率 负利率 还是进行财政的刺激 基本的都是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呢 在相应的配合 而如果是按照这个主流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啊 这个宏观陈述效应 其实呢 通过刺激政策推动 也是有先例的 那也有观众朋友们会问啊 那之前4万亿这个投资 现在看起来啊 是教训多余经验 现在再花这么多钱啊 扩大基建投资 不是更加低效 更加浪费吗 甚至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更大的畸形和麻烦 这里啊 就说到腾台的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说这一次呢 如果发10万亿也好啊 15万亿也好 这个刺激计划呀 不要进行盲目的基建 这10万亿啊 应该非常明确 是扩大内需所用 那么扩大内需放在什么地方呢 那不管是啊 我们叫做民生项目 还是呢 基础设施项目等等等等 认为呢 只有通过这样扩大内需的补给 才能让这10万亿也好 15万亿也好 发在刀刃上啊 当然了这个腾台先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 就是我们看到历史啊 其实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前后 往往呢 会经过这样的一个供需之间的翘翘板的反转 最开始啊 往往是短缺 工业化前 为什么呢 因为基础设施是非常不完善的 那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基建啊 还是工业化呀 还是城镇化呀 往往的回报率比较高 但是在后工业化时代 后城镇化时代 往往呢 就会出现供需之间反转啊 需求不足 这样的一个转型 而政府的政策呢 往往也会从之前的基建 更多的向民生来发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 也会应有调整 他特别提到 你看美国啊 二战前啊 罗斯福新政时期 哎 那扩大内需 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搞基建 那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著名的水坝呀 铁路啊 等等等等 都是那个时候所开启的 二战以后 我们知道美国也遭受了几次 经济危机和萧条衰退 但是这个时候啊 扩大财政支出 往往呢 更多的是完善啊 这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基本的民用民生 等等等等 到了最近啊 特别是200年 2008年 2020年 美国最近这三次啊 我们叫做经济衰退 那么发钱啊 主要呢 是美联储来认购国债 更多的是货币政策 这一部分 为什么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发力更加重要呢 就是因为美国的民生社会保障 这个体系啊 也相应的完善了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光是靠财政发力啊 当然除了疫情 这样的外部冲击的特殊情况之外 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宏观成数 也是相当有限的 那么当然了 反对这个美联储啊 这个认购国债 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不利的朋友可能会指出 美联储啊 牵一发而动全身 有的时候啊 只顾本国自己 但是呢 不管是降息也好 还是升息也好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所造成的政策的扰动 也是非常让人不安 不过美国这到底是祸水外引 还是美联储美元霸权自然的形成的 我们叫做编辑外衣效应 这个话题啊 未来我们再详细讨论 那发钱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15万亿到底是多是少呢 我们先不说具体的数字啊 但是啊 我们说这个的确 中国现在啊 在财政上是有发力空间的 首先一点是 整个中国的经济的本质问题 还是内需不足 那么之前大家担心啊 发钱通货膨胀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呢 是啊 这个过剩经济防通缩 这一点呢 已经从数据上相当的明显了 另外啊 我们说 这个基建啊 也有不同的基建 现在还搞过去那种大铁路 那显然是我们就说 这个重复啊 等等等等 但是呢 我们说中国啊 不管是下一代这个人工智能网络 数据网络 数据基础设施 还是我们现在特别火的 有关于AI基础设施等等 啊 仍然是有很大的基建的空间 而这一部分呢 其实凭举国之力啊 往往呢 可以更好的满足 因为我们也知道 大基建投入非常之大 而回报的周期又比较长 还有一点就是啊 中国的这个民生也好 还是财政 财政保障体系也好 现在啊 还有很多的矛盾 因此呢 如果按照啊 这个滕泰先生的说法 以商业银行 或者是向其他的金融机构 发行国债 或者是循环发短期国债的方式 来进行扩大内需 主要是从需求端入手 把这个总需求给带火起来 那么对于畅通经济循环呢 包括呢 变成新的啊 刺激投资的热点 也仍然呢 是有据可求的 那不管您啊 是不是同意发15万亿 10万亿 还是像财新这一篇文章 发6万亿 看来啊 这一次财政发力 似乎呢 是必选之势 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未来中国的股市市场 以及发展空间 在哪一些板块上 特别只动关注呢 这一次是不是能够 以此来带动结构性的调整 让央地财政关系 形成某一种利顺 未来的节目中 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关注